像素技術比裝備更重要 有嗎?我覺得裝備無敵耶 拿那個自動追蹤武器 嘖嘖嘖嘖嘖然後你怎麼死了不知道 一發入魂 我覺得像素裝備還是有佔一定的成分在吧 這個遊戲背景又會不會太小聲啦 太小聲跟我講一下 看看陣魂又出現了 辛苦了辛苦了 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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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這款遊戲呢還蠻濃的喔 我個人是覺得如果不急的話 不急著要拿新恐龍的話啦 我是覺得就慢慢玩啦 總有一天會存到一百萬買新燈籠的 好不好 不過我其實老頭今天有點想課金你知道嗎 我有點想要先課個1200鑽 然後買那一隻蛋丁來玩一下 有點想啦 我正在猶豫要不要這麼做 喔 個人是正在猶豫中 NonoLive呢是個手機直播平台喔 Google Play跟蘋果上面都可以下載 手機搜尋 NonoLive下載 以及註冊 就可以進行觀看了 那如果要找到我的話呢 在這個平台上面輸入ID 8246644 你們就可以看到 我們右邊這邊有一個 看起來非常給敗的照片 沒有錯 那個就是我 那邊有一個追隨大力的給他按下去就對了 死命的給按下去 可是只按一下就好了 拜託 不要按兩下 不然會取消追蹤 拜託了 關懷老頭 好不好 老頭弱勢 關懷一下 好不好 好我們NonoLive不見不散 我們下次再見啦 掰掰 我怕我衝動下去什麼時候做得出來 夜宇安安 欸夜宇安 夜宇安你好 喔我很害怕 飛翔安安你好飛翔 然後今天老頭一整天都在做那個 蜘蛛人的 蜘蛛人的東西啊 蜘蛛人的東西實在是太麻煩了 跑點啊 主線任務 支線任務啊 最麻煩就是他開放式世界 真的是很累啊 你能想像一個開放式世界一大堆東西要你去做 然後老頭又是比較偏向有一點那種 算是半強迫症嗎 就那種主線任務會有一點一堆點你會想去踩 欸不是主線 呃支線小任務這樣子 你不去弄又有點不舒服 對不對 就是像刺客教條太多那個點要去搞了 搞得到你 搞得你也想要趕快把那個點全部踩完 對不對 今天會播像素嗎 今天應該不會吧 看情況 看情況 哈哈 你們想看喔 刻吧 好好好 行 我看一下等我等級滿了之後 我發現我等級滿應該也賺不了多少錢啊 我都快等 我這次都快等級滿了 好不好 我們今天先給 我先給自己一個目標好不好 我們今天就給自己一個 給我這個目標就是 弄到彈釘之後呢 玩個幾輪 唉唷 玩個幾輪然後再看要不要玩點別的 這個龍吃那麼多不會胖 不會胖 因為這款遊戲叫做飢餓龍 然後被咬死了 他哪有兇 啊 超級作弊的有沒有 欸我升級了 靠北看個聊天室又會被炸死 我的天啊 啊 昨天用朋友 的電腦來玩火鏡 野鏡 感覺滿不錯的 但是我但是說真的耶 我我我我我我仔細的思考一下為什麼野鏡 這麼少人玩 他的題材其實不錯啊內容也不錯啊為什麼野鏡這麼少人在玩啊 到底怎麼回事啊 沒有錢啊 1317 等一下 為什麼感覺更貴了不是應該800鑽石嗎 等一下 我覺得突然有點不划算的感覺 為什麼有種不划算的感覺啊 等一下不能選擇用鑽石買嗎 欸靠北 啊這解鎖沒沒辦法解 剛剛800鑽還比較便宜呢 Oh my God怎麼現在變成莫名 強迫要我用金幣 不是吧 啊 欸更貴了 左右更貴了 各位 Oh my God 剛剛本來800可以買的現在買不下去了啊 你看他這樣強制要你用 金幣買 然後呢要你花1317塊 強迫喔 強迫喔 他不讓你選擇用鑽石喔 那我還覺得不要練滿還比較好一點呢 天啊 那你不當喔 他沒有地方可以選擇用全部全程都用鑽石嗎 看他這賺錢的方式也太 太太太有漏洞了吧 雖然只剩三隻龍啦 那我現在一開始全部都用鑽石買我感覺還比較省 對啊 前面練滿沒差 你後面你後面練滿的反而虧更大這什麼爛機制啊 哪有人鑽石哪有人金幣比鑽石貴的 超級不划算耶 我是覺得啦 儲值這個之後有沒有 用1000 用1000塊買100萬 1000賺買100萬然後再買這一隻 感覺還比較好一點 我來儲值了 所以說到後面下一隻龍我告訴你們千萬不要練滿等 練滿等他就是強制要你用金幣買 千萬不要 好吧 不要練滿等 奇怪為什麼不給我儲值 我是沒有錢的嗎 不至於到沒錢吧 我記得我還有放啊 欸幹也太靠北了吧 我才剛儲而已他現在跟我講說 勁爆組合包 勁爆你的大頭啦 現在才給我出勁爆組合包900鑽石加30萬金幣 哈哈哈哈 啊 故意就是要你先儲值然後再儲什麼組合包組你的大頭啦組合包 他就故意說欸我這邊沒有優惠喔 等你儲值之後呢 才告訴你 哎呀我們這裡有優惠啦 這邊很便宜 要你再嗑啊 好啦算了一次通到底好了 反正到外面還是有龍需要買嘛是不是 哥就這樣砸重本好不好 好不好 反正錢再賺就有了 好險沒事 哈哈哈心情膽戰 哎 花錢錢被吃掉這可以申訴的你知道嗎 好不好 我們東西回來了 突然覺得人生是美好的 太讚了 林北號800鑽 哎這隻龍是多少錢你們知道嗎 咬佛瑞 是不是也是110萬 你看 是不是也是110萬啊 如果是的話我覺得 是不是值得去投資一下 投資一下金幣啊 用金幣去買好像比較划算一點 對啊 110萬再花個60萬 嗯 有沒有 不行那36萬你要花800鑽 還不是一樣意思 36萬 800鑽 72萬 72萬 110萬 一樣意思啊 沒盒 這樣遊戲我覺得可以好不好我們現在就終於有這隻該死的傢伙了 我們看一下他有什麼skin 相撲選手 好 力士 他什麼 燒狠大爵士 地雷傷害-10% 得分加20 這什麼 野藝 我不知道這是哪一個梗 那是什麼 響石阿姆斯狀 金幣5% OMG 好了我應該是不可能會花這種錢買這些服裝的好不好 知道嗎 我覺得買這些服裝都是浮雲 肯定比較貴喔可是我我聽人家講說 我聽人家講說大概兩前面兩隻 蛋丁跟那個 上一隻龍 烈烈焰大概也就 都是一都一樣是110萬因為你自己看吧他鑽石就是800800鑽嗎 都800鑽的情況之下 應該都一樣吧 110萬我為什麼覺得後面那兩隻可能才真的比較貴 硬要說的話我覺得後面那兩隻真的可能比較貴 1000鑽嗎1000鑽的話 我據說啦好像是490萬吧 那兩隻我覺得也得想辦法弄了 下個月好不好 氣死我了 因為連這隻肥蜥蜥 我損失了不少錢啊各位 沒關係 這是我自願的 怨不得人 太痴錢了 就會欺負可愛名人的老頭 我就覺得你要賺可以啊但是這種賺錢法我覺得不太優 有一點稍微欺騙了 使用者你 知道嗎 我就怎麼認為啊 因為哪有人 哪有人等級升滿之後 哇幹我怎麼突然飛那麼快 剉幾條 哪有人等級升滿之後 不能又再回頭用鑽石的 有沒有這道理 然後反而強制要你用金幣 然後用金幣又不划算 如果你說用金幣划算就算了 因為你努力把前面那一隻等級練滿了 這是你應得的 哪有人努力把前面等級練滿了 買下一隻龍還不划算的 有沒有這個道理 聽得懂我在說什麼嗎 你今天很辛苦了 啊 做了一件 事情 得到的回報應該是要可以就是 符合你這個辛苦所做回報的這個等價的價值 結果我現在辛苦練了這個等級 進去了之後 雖然是要用金幣買啦 這沒什麼但仔細乍看之下感覺好像 不把 不怎麼不這麼辛苦練的這個等級 買到的東西還會比較划算一點 這是在告訴我們勸我們世人 做事不要那麼認真 啊 比較不會吃虧的意思嗎 這是這個意思嗎 做人不要那麼認真 不要重 不要什麼重情義做到底 做一半就好了 啊因為到後面享受甜莓果實的不會是你 是不是 信不信 啊這個遊戲的作者是這意思嗎 啊 你的努力 到後面 不會四半功倍換來的是 四倍功半 啊我終於能夠理解作者在想什麼了 他的想法大概是這個樣子我覺得 嗯 同學們做好聽老頭講哲學 沒有我在講屁話 啊如果你覺得是哲學的話 就把當哲學聽吧 啊如果不是的話那就當作笑話看也可以啦好吧 啊 四半功倍 四半功倍跟四倍功半啊 我沒有講錯吧 對啊 四半功倍就剛所講的啊你努力所做的事情 到後面的回報卻是四倍功半 那何必那麼努力呢 就是事情很多啦然後得到的功勞啦只有一半而已啊 就好比說我要那麼辛苦的練這隻龍的等級啊想說把他練滿了之後呢 可以比較好買一點啊結果呢發覺哦呦怎麼感覺比原本沒練的還要貴 充滿小 這什麼這什麼這什麼情形 啊吃相不要那麼難看嘛好不好 然後呢重點就重點來了 你好不容易儲值了兩千三百九十塊 拿了一千兩百顆鑽石 故意跳出一個訊息告訴你 哎呦我們這次有優惠了喔 八百九 九百個鑽石 還加上你三十萬有沒有划算 啊醉了醉了 你說這是不是奸商 就好比說你今天去魚市場買魚 哎呦這個魚啊現在很難賣 現在很難買得到啦 一隻很貴啊 哦如果現在買到賺到啊然後呢 就是買了下去之後啊跟你講說啊突然啊又接到電話總公司打的消息 哦現在更便宜了 這隻魚呢 啊本來呢是要賣一百萬的 啊因為呢 接到了消息啊 現在只要 50萬就可以買到這隻魚了 啊不就很剛好 很剛好我花了大錢 你現在來給我打優惠充滿小 不是說我們不花錢 而是要花的 覺得是 新啊 要花的可以 你懂嗎 看我現在已經做了前車 前車之鑑給你們了 看一下看來我是怎麼看著我是怎麼被受害的 啊給你們一個當作警惕好不好 老頭花大錢 好給你們當個警惕這樣子 行不行 佛系老頭 好讓你們知道 讓你們 好算了死掉了 這隻鯉魚王會產生黃金事實上只有一隻 然後賣完之後有沒有 哎呦 又找到一隻鯉 一隻黃金鯉魚王 啊 世上只有一隻 你每個都世上只有一隻而已啦 行不行 哎那解鎖等級還蠻快的吧 我現在正在猶豫 我現在正在猶豫 我現在正猶豫中說 我要不要待會等級不要省滿之前先買他了 其實好像真的沒差 因為110萬 我最終還是得 不要不要不要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後面這兩隻我猜一定都是1000鑽 他要用金幣的話他 據說有那個觀眾給我小道消息 據說這後面兩隻龍490萬金幣 遠遠比你鑽石的那個筆值差10萬8千里你要花更多的金幣錢 去買這隻龍 所以說呢我覺得這1000個鑽石 齁 留到後面花好了 不然怎麼辦 好不好1000鑽留到這後面這兩隻秘密的龍好不好 小道消息這兩隻是1000鑽啦 800鑽 我看可不可以勤儉持價一點 想要把他弄到110萬好了 阿不然勒 聽不懂老頭說什麼 可是聽的 可是還是聽因為沒花錢在遊戲上 沒有啦是盡量不要讓 盡量讓你們知道 怎麼花比較便宜阿 總言之呢前面的龍用金幣買沒問題 後面的龍盡量就用鑽石吧 看實際上跟我當凱子一樣花這筆錢 然後莫名感覺被騙 還是呢乖乖的從頭到尾就存錢 阿你不急的拿新的龍就慢慢存吧 阿最後一隻龍呢 每一隻最後兩隻龍都要490萬 阿就是慢慢存 就這麼簡單 阿前面這兩隻蛋丁跟那一隻烈焰是110阿 老頭的頭髮一根都1000美金的 對阿 阿幹老師誒 說錯話了對不起 一個說錯我就去了 一隻烈焰的 I'm sorry 因為 我以為我是看台灣人的台 所以以為是台幣 喔沒有啦 當然是 當然你現在看的是台灣人的台沒有錯 好看我們獲得了一個 只是美金的話會比較多 探財探財 我覺得不會花錢你放心 休想得逞 我還是乖乖慢慢刷好了 刷個110萬 好奇老頭小時候都看什麼 呃我以前看 德克斯特的實驗室 摩登原始人 然後還有捷克武士 卡丘Leveling的我都喜歡看 啊還有拼拼命狼約翰尼 還有那個 雞與牛 嘎嘎 因為我是超級牛 超級牛大顯神威 還有那個沒穿褲子醫生 有沒有 啊在場的人有沒有人聽不懂的啊 如果聽不懂的話那代表 你還年輕 聽了懂的代表你們老了 好不好接受吧你們 表示不是同一代的人 唉唷都有看過那就是 我們是同類喔 唉唷 星星相襲 我們是同類 也不能像同類啦 應該講說 同一個時空的人 同一個世代的人 膽小狗英雄喔 小笨狗 你讓我好丟臉 哈哈哈 我怎麼可能不知道勒 超好看的 以前還 以前還很害怕 那個 他很害怕那叫什麼 他以前小 膽小狗英雄有幾集 小時候看超可怕的 那個死板的那一集 還有那個剪頭髮那一集 讓我好想要發 神 金 啊 你要出多少 你要出多少 啊 滿頭問號 哎唷 那這個代表太年輕了 當然啦 我不會去 我不會去騎士啊 因為我之前有看 FB FB不是有一個 FB的那個貼文嗎 你們應該有常常常看到 只要是在有關於就是 很紅的YouTube啊 像是 小鈺的事件啊 大家在討論很高的小鈺事件之類的 都會有人在下面貼說什麼 還好我們遇到的 我們所認識的 啊 人不是這些人 我是真的覺得這個 其實有點不太 有失 有失偏頗吧 我覺得不太妥 因為畢竟每個人 生長環境跟他們所遇到的東西都不同 對不對 你自己比如說你那個世代遇到的是 張國龍 劉德華 什麼諸如此類的 對不對 那是你們的事情 啊為什麼要拿別人 那一個世代所遇到的那些 喜歡的人 啊 拿來做比較 也沒有顯 也不顯得比較高尚吧 什麼好家在我們遇到的不是這些人 什麼意思啊 其實我不太喜歡 我不太認同這個 賣內褲加單腳斗英雄的台詞 我知道我死了 我已經撞牆了 把女友還來 女友你要出多少女友啊 我已經拿一下水了我有點渴了 好吧 我覺得我們雞翼龍就玩到這裡了 我們先把我們的這隻 坑錢遊戲先暫時關一關吧 我還用走一會兒吧 我還用不著是 我走一會兒 我還用不著動 我還用不著